肌東市長謝國良在國立肌東商工活動中心開球並且觀看同屬全市第一 全國頂尖的名傳國中籃球隊越級挑戰肌東商工籃球隊的交流學習比賽 另外市長謝國良也和全國著名的肌東商工排球隊隊員們短暫練習排球接球的動作表現令大家驚豔 一向非常關心學校體育班以及體育活動的基隆市長謝國良在市政府教育處安排下 由副處長徐燕利、體健科長楊永芬、基隆商工校長洪光賢以及基隆商工校友會理事長 也是基隆市議會教育小組召集人、張耿輝市議員等人一起陪同 特地到國立基隆商工和籃球校隊以及排球校隊隊員們座談 聽取球員們的心聲和意見 可以和其他國家籃排球選手舉辦國際交流比賽 吸取不同球風和訓練方式 以及從國小、國中到高中做好三級銜接 吸引基隆在地籃球及排球好手留在基隆等等 這些心聲、市長和議員都聽進去了 今天跟基隆商工的夥伴們 尤其是他們很多的籃球精英討論了很多 也跟我們校友會的會長張耿輝議員 大家思考了幾個面向 包括說讓他們有出國交流的一些機會 還有提升他們場地相關的一個設備 也還有繼續努力來思考他們在這個初中方面 有更多的連結不管是設置體育班或者是說讓他們有完整的三級銜接 這些都是未來我們可以跟基隆商工在籃球方面 大家一起做的努力 那我覺得也非常棒 到了某校基隆商工來了解體育班的一些學生的一些體育選手的建言 我相信是非常好的一個政策 尤其我自己上任六屆的我沒有看過一個這麼親民 尤其對我們體育這麼重視的一個首長 那未來的話我們教育小組應該會全力來支持我們市長所提的一些教育的政策 尤其三級銜接教育 這個是他上任以後一直要求的一個重點 而基隆商工籃球及排球隊教練以及校長 則希望市長謝國良是否可以協助 尋求大企業來認養或是冠名贊助 基隆商工的籃球隊以及排球隊 讓基隆市這兩支唯一參加HBL高中籃球甲級聯賽 跟HBL高中排球甲級聯賽的籃球隊 和排球隊可以獲得更多資源的挹注 讓球隊運作及訓練方式都能夠更加完善 進而留住在地基隆人才也吸引更多外地人才加入 市長謝國良除了製政签名球給基隆商工籃球以及排球隊紀念之外 也和市議員張耿輝分別代表市府和校友會 製政球員營養金給球隊 謝國良也指示教育處記錄球員們跟校方的建議和新聲 帶回去市政府研議協助的方法 基隆商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道 又烹rado 反応